大家好,欢迎来到影迷尖叫屋,我是Viola 好久没有一整集定一个主题来跟大家分享了 这个礼拜的节目是议题电影特辑 怎么说呢,就是今天要介绍的四部电影 每一部都有一个比较严肃的题材想要跟大家讨论 今天Viola也会跟大家分享我对于这些议题我自己的看法 那我们就赶快进入主题吧 今天的节目感觉就会相对比较低气压一点咯 赶快来听听看第一部芯片所要讨论的议题是什么 Mash,午后移家 一场校园枪击事件爆发后多年 被害者与枪手双方父母 终于首度同意在教堂会面交谈 希望透过对话能让彼此试图向前漫进 同时设法修复这场彻底撕裂他们人生的惨痛悲剧 我不知道如果我能够做 哇,才第一部就是这么沉重的主题 今天要跟大家聊的第一部芯片是好莱坞所拍的《午后弥撒》 讲的是枪击案件 如果大家最近有看新闻的话 应该会知道最近美国的枪击案非常多 但是其实只是最近常被报道而已 当然今年2022年的确是近年来 随机杀人枪击案件最多的一年 可是其实美国一直以来都是三不五时 就会有一个枪击案 那种三日一小案,五日一大案的感觉 所以其实枪支犯案的问题 一直是美国经常被拿出来讨论的议题 只是勇枪人士还是很多啊 所以这个问题就一直没有解决 但是没想到居然有人针对这个议题拍了一部电影 《午夜弥撒》这部电影故事当中讲的是两对夫妻 他们的生活因为一场校园枪击案而崩毁 电影的主场景就是一间房间 一张桌子 还有四位角色 电影当中呈现他们愤怒、悲伤跟挫折交织的情绪 时间就是在一个午后 整部电影力道十足而且深具感染力 算是触碰禁忌的议题而且真实看待 电影非常缜密而且完美的呈现出一段集结了悲伤愤怒还有接受的疗愈之旅 大家可能会觉得这个剧情听起来好像很感人 但是背负多年的丧子梦魇 真的可以在这短暂的会面之后就得到疗愈吗? 而且对于凶手的父母他们搁浅在心底许久的遗憾还有悲恨 真的可以在一切都换不回的今天也就是电影发生的今天放下了释怀吗? 这场献给血色劫难还有温暖回忆的午后弥撒 是从现在开始也从这里结束 VALLA前几个礼拜帮之前的老板翻译一支影片 那支影片是广告公司帮一个反枪团体所做的campaign 他们邀请两位永枪人士来担任毕业典礼的致辞者 但是其实那间高中是假的 然后他们在所谓的典礼彩排的时候 把这两位永枪人士的致辞稿录录下来 因为说是说彩排 所以他们对于台下没有观众并没有觉得太奇怪 可是其实台下椅子的数目就是当年因为枪击案而死亡 本来今年应该要毕业的高中生人数 这个campaign名字叫做The Lost Class of 2021 失去的2021这一届 对校园枪击事件有兴趣的朋友也可以去找这个campaign来看一看 继续来听听看今天要介绍的第二部新片要探讨的是什么议题 Missing 寻人启事 爸爸今天看见那个被通缉的连环杀手咯 抓到他就可以有300万悬赏金 父亲千万才跟女儿这样说着 隔天就人间蒸发 影片从寻父寻凶到寻子 既成功捕捉妇女间亲密的生活气息 也在调性途转的猛烈暴力中深藏社会批判 今天要介绍的第二部议题新片是日本电影《寻人启事》 听到这个介绍让Viola想起之前看过的一部韩国电影《致命募集》 她讲的就是如果大家今天募集到一场杀人案件 你会不会去报案 尤其是凶手已经看到你的时候 这真的是一件非常两难的事情 因为相信大家 大部分很正常的人 遇到这种事情一定是都会报案 想要帮助警方破案 可是如果你的确有看到凶手有看到你的脸 那你去报案是不是在还没找到凶手之前 你自己也会有危险呢 但就算你不去报案 谁又能保证你不会有危险呢 所以这真的是一件非常难抉择的事情 而这部《寻人启事》的导演《片山盛三》 她独自指导演筒的第一部电影长片 是在2018年的《海角上的兄妹》 是她自己出资制作 只用100万台币的成本所拍的哦 推出后广获好评 从本来全国只有6间戏院限量放映 后来有超过50间戏院放映 那同一年她也赢得第41届的 横冰影展最佳新导演奖 还有第29届日本影评人奖的最佳新导演奖 最近她也投入国际串流平台Disney Plus第一部 原创悬疑惊悚日剧《Gannibal》指导筒 那部日剧是由砍城影帝柳乐幽迷主演 还请到奥斯卡最佳国际电影《在车上》的编剧之一的 《大江重云》搭档她联手打造的作品 所以可以想见《海角上》的兄妹这位日本新锐导演 《片山圣3》非常厉害 这一次拍摄《群人启示》是她再探人性道德争议之作 故事其实发想自轰动日本的真实邪案 作奸酒师命案 剧情讲的是一名女孩四处找寻离家的父亲 竟然发现一名模样神似连环杀手的年轻男子 居然顶替父亲的名字 所以她就决定从这名男子身上取得父亲的踪迹 让Vaula比较惊讶的是 女儿居然没有想要报案 虽然说我们如果真的去看《群人启示》这部电影 可能就会发现她为什么没有报案的原因 或者说她其实有报案 只是她自己还是另外私下搜集一些资讯 但反正呢 就是交集的女儿在爸爸不见了之后 四处追寻 寻现来到爸爸打零工的地方 大喊爸爸的名字出现的竟然是一名陌生的年轻人 然后她发现那个人长得很像公布栏上面的连环杀手 听起来应该是一部非常紧张刺激的电影 但是同样也是希望让观众去反思 如果是我们遇到这样的事情 我们到底会不会报案呢 接下来的电影Top 07单元 同样要跟大家讨论两部议题电影 不过会稍微轻松一点点 就是她的议题比较没有这么硬 但是还是蛮令人难过的 那就先带大家来回顾一下上个礼拜的前三名 上个礼拜的Top 3 Everything Everywhere All At Once 妈的多重宇宙 第二名是Dr. Strange in the Motiverse of Madness 奇异博士2 失控多重宇宙 Top 1 Top Gone Maverick 捍卫战士独行侠 这个礼拜基本上没有太多的新面孔 但是还是先来带大家听一下 第七到第四名有哪些作品 Top 5 Downton Abbey A New Era 唐盾庄园 全新世代 Do I look like if I turn down a villain in the South The Last 10 Years 余命10年 まるで人生の始まりみたいに 大屈でボケちゃうかと思う Top 4 The Bob's Burger Smoothie 开心汉堡变大店 Oh my god Louise, don't go down there! It's dangerous! Oh my god 这个礼拜的第七到第四名只有三部作品 所以可以想见前三名稍微挤了一点 而且因为Vala说今天是议题电影特集 所以大家刚刚提到那三部 应该可以猜到是要聊哪一部了吧 今天Vala要跟大家分享的 就是上个礼拜在芯片大战 有跟大家聊到的 《余命10年》这部日本电影 她讲的是20岁的女主角 发现自己得了一种绝症 医生说她只剩下10年的寿命 所以她就决定她不要谈恋爱 不要让自己会有舍不得的心 也不要让旁边的人为她感到特别的难过 但是Vala听到这个剧情的时候就觉得 能够下这种决定真的是很有勇气 因为你光是要面对自己只剩10年寿命 得了绝症这件事情已经很痛苦 但你居然想要拒绝身边一些人的好意 自己独自面对 当然剧情就是讲说她虽然这么决定了 可是女主角在同学会上遇到了当年家乡的那个男孩子 他们就陷入热恋 然后应该是很虐心的啦 毕竟这个故事是真实改变 那女主角最后也过世了 可是就让Vala想到说假设今天我被诊断出有绝症 让我只剩下10年的寿命 我会怎么过呢 对就是Vala也会想要听听看大家的想法 如果是你们的话你们会怎么做呢 其实有很多的时候不管是演讲比赛或者是大家讨论到这个议题 很多人都说哦我要去环游世界 但是Vala倒不会这样想 虽然说我觉得如果把剩余的寿命拿去环游世界 看看自己来不及看的这个世界也是不错的 但是我有时候会觉得就算让我再活个正常的寿命好了 50年60年我也不见得会去那些地方 所以如果我今天只剩下10年的寿命 我会舍不得我没有看过那些地方吗 我反而会想要把时间花在我的家人朋友身上 因为我觉得我已经是一个很爱回家的人了 很喜欢跟朋友聚会的人了 可是我还是总是会有一些更想做的事情 有时候可能会稍微把他们的顺位稍微往后推一点 所以如果今天我真的只剩下10年的寿命的话 我会想要把时间都留给我的家人跟朋友 然后我可能会想要结婚吧 因为就觉得既然我们没有办法一起到老 至少要能够在最后的这10年跟自己心爱的人一起度过 天哪我光是讲一讲就很想哭 所以大家都说去看余命10年的话一定要备好卫生纸 好接下来前三名的电影 一样是议题 可是真的是今天最最轻松的作品了 算是也是一个让大家不会太沉重的结尾吧 先来听听看前三名有哪些电影 Top 3 Everything Everywhere All At Once 妈的多重宇宙 What's happening? Jurassic World Dominion 侏罗纪世界恐怕天下 Genetic power is not a hotline Top 2 Dr. Strange in the Multiverse of Madness 体力博士2失控多重宇宙 Top 1 Top Gun Maverick 捍卫战士独行侠 Captain Pete Maverick 没错这个礼拜的前三名稍微有一点挤 多出的就是新上榜的作品 侏罗纪世界恐怕天下 而这也是今天 Vala要跟大家分享的最后一部作品 为什么它是议题作品呢? 留待比较后面的时候 Vala再来跟大家分享 先来轻松一下 缓和刚才前三部作品非常沉重的心 导演一开始要拍摄侏罗纪世界完结篇 的目标就是要尽量使用机械恐龙偶来进行拍摄 所以电影当中就打造了很多栩栩如生的恐龙角色 除了因为视觉特效其实更花钱之外 能够以实拍解决拍摄其多数的问题 绝对是最简单的方式 因为如果你之后在后制的时候发现 哎有什么问题那要补拍啊什么都是很麻烦的 那为了呈现恐龙的逼真样貌 导演跟设计团队也向古生物学顾问 请教各种问题 包括恐龙的行为啊 栖息环境啊 是不是有些恐龙身上拼有羽毛啊 还有恐龙的姿态等等 那为什么这部电影会跟议题有关呢? 因为侏罗纪世界统霸天下 讲的是永远改变的世界 就像阿汤哥跨越36年才推出 捍卫战士独行侠续集一样 《侏罗纪》系列也是一部跨越30年的作品哦 因为它其实是承接之前的《侏罗纪公园》系列 也就是史蒂芬·史皮博导演在1993年 所建构的《侏罗纪公园世界》 哇那时候法拉才一岁耶 然后到现在《侏罗纪世界》三部曲里面的第二集 发生了改变一切的灾难性大事件 反正整个系列 从侏罗纪公园到侏罗纪世界 整个系列讲述的故事 都是发生在一个永远改变的世界 如果大家还记得侏罗纪公园的故事的话 就是一群科学家他们心理想着可以重新复制恐龙 也就是改变生态嘛 改变环境 然后让大家来这个侏罗纪公园参观 有点像动物园的概念 没想到一发不可收拾 恐龙暴走 失控 然后吃人 等等 但其实不觉得很像破坏环境 然后自然反扑的感觉吗 这其实就是这个系列想要跟大家讲的 所以导演在侏罗纪世界 统霸天下这部系列最终章 就是要告诉大家 人类必须尊敬大自然的力量 如果继续破坏自然生态 就会像恐龙一样灭绝 其实法尔拉本来是上周末要去看这部电影 可是因为他评价整个爆掉了 后来就决定算了 但是原本我要去看的时候 妹妹还说 这部片因为既然他们是要走温情路线 是不是这部片里面的恐龙不会吃人 但其实我觉得这两个问题并不冲突 它可以同时恐龙吃人又同时很温情 但反正其实整个系列想要告诉我们 就是人类还是要尊重环境 要保护环境 不然的话总有一天会像恐龙一样灭绝的 不知道已经去看过 侏罗纪世界统霸天下的人 有没有同样的感觉呢 今天介绍的这四部作品都探讨了 不同程度的议题也是不同领域的议题 如果已经看过的朋友有特别的心得的话 都欢迎来跟法尔拉一起讨论分享哦 希望下个礼拜可以不用再继续聊这么沉重的议题了 我是法尔拉 下礼拜大家要记得回来哦 下礼拜我们影迷间教务见咯 拜拜 by bwd6 by bwd6 我们下礼拜